雷军给武汉大学捐了13个亿 这是大好事一桩啊 但是当然很多别的高校我觉得坐不住了 尤其是那些拥有优秀毕业生的高校 是不是得跟那些企业家商量商量 那不能让雷军专美于钱啊 人家捐13个亿 那马化腾 马云 延红你们这帮人得捐多少钱呢 而且大家知道吗 最近赶着雷军捐13亿这个事啊 还有一个大学也收到了自己一个大四再读学生的捐款 哎呦 你说你毕业多少年了 赚了很多钱回馈母校 这很厉害啊 人家这个大学更厉害 大四还没毕业呢 就能给学校捐款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广西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有一个读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呢 叫哈泽阳 他是青海人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就积极创业赚了不少钱 所以就在雷军捐给武汉大学13亿人民币的当天呢 哈泽阳同学也向自己的学校捐了20万 哎呀 真是不容易啊 你想想别的大四学生还在读书 还在花父母的钱呢 人家不但自己赚到钱了 而且还给母校很慷慨的就捐了20万 所以啊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特别想了解 说这位优秀的大四学生他到底是干什么发了财 他的成功道路我们可不可以模仿呢 要知道今天很多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很难 人家都不需要找工作啊 人家创业当了老板 解决了很多其他人的就业 还给母校捐款了 然而细读他的事迹啊 我觉得好像有点味道不太对啊 这位哈泽阳同学的创业呢 源于疫情期间 咱们知道疫情期间各个大学都是关门的啊 外来人员是不允许进入的 尤其是送外卖的小哥 所以啊 我们经常看到在这个大学的栏杆两侧啊 骑手们外卖小哥很不容易的把这个外卖递过栏杆塞给同学 哎 哈泽阳看到了机遇 他觉得呀 这个疫情给学校和同学带来了态度的不变 所以他决定把外卖进入学校这最后一公里的业务承揽下来 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之下呢 他们开发了外卖点餐系统 学校给他们提供了校园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如今哈泽阳的公司已经可以每天为固定的13个人提供岗位 周六周日为18个人提供岗位 很多都是参与轻功俭学的学生 目前已经与超过200家商户达成合作 间接带动上下游就业500余人 听着很热闹 但是仔细一想他这个创业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没有更多的数据啊 但是我想大概是这样 这个学校的大门关得很严 外卖小哥是不可以进来的 所以从大学的校门到消费者的宿舍有着最后一公里 这位哈泽阳同学呢就把这最后一公里的业务承揽下来了 我想大概率就是他在校内雇了很多学生 到校门口把外卖接下来 然后送到宿舍门口给学生 免得学生自己还得到校门口去等待 应当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可能很多人说本来外卖是可以送到宿舍门口的 就是因为学校不把校门打开 所以才有了这最后一公里 那么这最后一公里的钱谁来付呢 换句话讲 这个公司的盈利来自于哪呢 我猜想啊 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呢 是本来你这个学生得到校门口去拿 现在你可以在宿舍等着 那每单你给人家一两块钱辛苦费 要不然就是跟外卖小哥商量好 从外卖小哥那里分一点成 总之啊 他解决的就是这个最后一公里 但仔细一想啊 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涉嫌垄断呢 在一个学校里面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从事这样的业务吗 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跑腿吗 尤其是很多人都说啊 你如果不得到校方的允许 如果保安不同意的话 你这个业务根本就没法进行啊 所以这是不是他要圈给学校20万的原因呢 而另一方面 现在疫情早就结束了 很多学校已经打开了校门 但是还有很多学校阴寻守旧 不把校门打开 不允许外卖小哥进来 我觉得这一方面会使得广大大学生的幸福感降低 因为你读大学嘛 人外卖都不让点 点了也不让送 另一方面那难怪能成就很多这样的大肆创业者呀